派到最亮要选举了 民众党党部从上到下忙翻天 积极扩边找人 但有求职者爆料 民众党在最基本的薪资及休假制度 却说得暧昧不清 除了休假规定迂回 不明说就连最重要的薪资也模糊 C小姐表示 当时应征新闻编辑职缺 但面试的主管却问A答B 说我们的政治现金比时代力量还少 还说我们支持者都是博士硕士 薪资休假迂回不明讲 这种说法还让C小姐觉得 就是想凹她 从8月底记彼氏内容 一直到9月两次面试 最后无声无息 她说天杀的原本才好的工作内容 跟她最后做的根本就是 越来越差越多越差越多 然后薪资还感觉被骗 党部啊就是整个权责不明 其他网友也分享里头选战小组的组织部 跟文宣部流动率偏高 明明面试时说照劳基法 但一直暗示其他求职者 薪资不要太要求 不要怕多做 种种事迹对比党内有前劳工代表 北市前劳动局长赖湘林作证 很讽刺 党部侦才疑云 文宣部主任许甫分析 从她到任以来 没有上述的状况发生 除了有两位因为生涯规划离职 至今还增加了庶民人力 其他单位的面试过程 无法代以回应 三星为您经历电报 台北报道